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我是Jacky 這次我們來介紹超小的1比1黃蜂人 我們上次介紹過蟻人的部分 外盒的包裝其實跟蟻人的包裝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看得到包裝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外盒轉移圈 先讓大家看一下,這是黃蜂人的部分 就有點像之前如果你有買過野獸國出的鑰匙圈 在便利商店也有賣,就那個會亮的鋼鐵人的頭 包裝也有點像這樣子,幾乎一模一樣 好,那這是他的包裝,接下來我們把內容物拿出來讓大家看一下 那這次的內容物,等一下我們讓大家比較一下 蟻人跟黃蜂人的一個差異 我們把他拿出來之後你可以發現 他其實底下有附了一個螺絲 展示的底座就是有一個螺絲的部分 那螺絲呢不是真的鐵做的 所以他就是塑膠的螺絲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先在這麼小的狀態下先看一下外觀 我再前進一點 好,然後等一下再特寫讓大家看一下 再稍微近一點 好,其實我覺得黃蜂人做的比 蟻人相對的來著再 稍微再更細緻一點,可能是第二隻啊 所以我覺得他在塗裝上跟細節上 比第一隻有在進步 然後再來呢,黃蜂人的配件也比較華麗喔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黃蜂人的配件 那這只能手動轉轉熱的 我們就不做轉轉熱的部分 就只能用手慢慢轉 那底下的螺帽 其實也質感不錯喔 比上次的那個子彈來的好 上次的質感 質感比較稍微塑膠一點 那這次的底下螺帽真的 看起來還蠻像螺帽的喔 就是還蠻真實的 還蠻有金屬感的 不會覺得 就是塑膠感的部分 然後他真的是塑膠 沒有注意會以為他是真的放在 螺絲跟螺帽上面 好,那這是 這兩隻的部分 然後我們稍微再特寫一點 讓大家看一下細節的部分 好,那我把它擺得很近喔 你可以看到細節的部分 我們把蜂人放另外一邊好了 因為畢竟蜂人的頭是向這邊的 好,然後你可以 看一下 那其實我覺得黃蜂人比較帥 那這個呢 我們稍微轉圈 你可以看一下 現在很近的特寫了 那其實他非常的小隻 我覺得如果不算底座的話 其實整個黃蜂人真的還蠻小的 好,可是你可以發現他的塗裝其實 做得不錯,包含細節的部分 也都處理得不錯 好,那這個我們就介紹完了 就這樣子而已 很單純的 兩個角色 那最後呢 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也希望大家覺得 我的介紹不錯呢 幫我多多分享的部分 那如果任何需要預訂的商品 也都可以照我做預訂 然後有可以需要配合到的廠商 那大家在乎的就是黃蜂人的高度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把尺拿過來 好,尺放在另外這邊好了 因為被蟻人擋住了 這大概是他的 高度的部分 所以呢,如果連底座大概是7公分 你可以看得到 好,那如果不要底座呢 那大概是4公分左右的部分 那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 K1比1的黃蜂人之大人玩具開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